一滴风红 Be good 坚强又独立的小婷婷 有一双大大的绿眼睛 生长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 先是山丘上的王子 到安东尼 小迪 阿琪三兄弟的出现 和桃斯的一段恋情 小婷婷在不同的成长阶段 享受着不同男性的温柔 然而田田却必须面对 安东尼坠马死亡的打击 一次世界大战时 小迪战亡了二号 以及一把桃斯拱手让人的伤痛 最后田田终于找到白马王子 原来就是一直守候 在他身边的阿里巴先生 小田田麻雀变凤凰的爱情故事 曾经是多少女孩的童年梦想 六年级的年小姐 就是个典型的小田田迷 小时候她穿过田田装 而只要看到小田田的商品 都会忍不住买回家珍藏 前那小时候 卡片的特色都在上 然后再来就是 另一套漫画 这套漫画就是 我知道在国中的时候 有一次在漫画店的时候 找到一直很好 然后老板他只买了 他说亲爱的就是 严小姐还曾经想写信给小田田 也一直希望 能遇到像桃斯一样 才华洋溢的男孩 小田田的乐观开朗也深深影响着她 网路上也掀起一股小田田风 也是六年级的张先生 七年前架设一个名为童年回忆的网站 其中收入小田田画册 网友反应相当热烈 她不能是很感动啊 感动着想哭啊 没想到有深知 你还可以再看到有关 这些卡通的介绍啊 像里面有那个发明家 你还有发明很多的那种 奇奇怪怪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 那种信息奇怪的点 小田田卡通从亚洲 哄到欧美 西班牙版的小田田主题歌 感觉很不一样 小田田漫画在1975年出版 漫画家五十兰优美子 因此获得日本第一届 讲坛社漫画赏 成了家与户晓的人物 不久前还成立了两间漫画博物馆 去年五十兰自行和香港集团签约 出版小田田相关产品 却和原作者水木幸子 因为著作全争议闹上法庭 目前五十兰正准备推出新小田田 内容描述一个香港女富商 拱如心奋斗坎坷的真实人生 而小田田的故事也告诉我们 竹梦踏实 爱情和理想永不褪色